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这条视频是小徐 透着脸皮向大家发起的求助视频 大家都知道 这几天我们狗射 有几条狗狗感染了细小 目前有几只狗狗在医院接受着治疗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条很不好的消息 在医院治疗的狗狗 有三条狗狗拉血拉得特别严重 医生给我发了狗狗的照片跟视频 我随后会一起给大家共享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九只狗狗得了细小 第一只狗狗得细小的时候 是在十天起 那只狗狗叫小不点 现在已经治疗好了 出了医院 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还有一个雪球 送到医院今天是第四天 他在医院治疗的情况下 现在也康复了很多 我已经不拉西了 也开始有点味觉了 狗狗细小的话 医生跟我说的是 一般都是挺过五天 挺过五天的话 他们生命基本就没什么威胁了 我现在特别害怕 因为我们狗社的狗狗 现在很多 有一百多只狗 稍不注意 狗社就可能说是 给我迎来了灭顶之灾 我这几天真的心里面 很慌的那种 我害怕 我害怕我们狗社的狗狗 一下子感染很多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从小区从一只狗 到现在的一百多只狗 这一路走过来 真的没有这么慌过 这次心一下搞得我特别慌 我害怕再有一些狗狗出什么事情 现在狗社我都不敢进去 每天小狗那边的微生 都由我说来消毒打扫 因为我经常去医院 每次有细小狗的狗狗 我都会带去医院 我怕把病毒再带回狗社来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进小狗那边 我都不敢抱着他们闻 我只能说等 就是细小的潜伏期 七到十四天 过了这一段时间 我再进去陪他们闻 喂他们好吃的 带他们一起在那个大院子里面 欢快的奔跑 我现在小区唯一能做的 就是祈祷狗狗们平安 然后都恢复健康 健康康的回到我们狗社 谢谢大家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在医院治疗的狗 像啤 像啤 毛啤 都毛啤 毛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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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铁爷的头发还没冲是吧 我带他冲吧 你帮我冲 没有 他尿尿了 咋他不截头啊 他不截了 你们不要因为你一楼 你起码你起码 你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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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得给大银花 不能起 哦 不能起 不用说 没有插箱了是吧 那一inky 咦 人家 你起码 拉起码 我也不いて 不是 我已经在那里了 来个猫 垃圾 好久 我试试 可能有个只 是小卧槽 无力 皮皮 你真够饿了 我靠 我当时开门 你真是 青植是崩溃 你小崩溃 你真是赖 我们俩 这个的钱不浪漫的 因为他狗子三 发了那个五 我靠 老板也有钱 你给他狗子 应该是崩溃 打到位置 打到位置 给他一遍 你小崩溃 我靠 太难了 老鸭子 老鸭子 不 不 我不 不 我 我们 咱们写白了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七只 八只 算这个九只 这个是医院狗狗治疗的情况 今天有三只狗狗 拉血拉得特别严重 徐医生他们直接把狗狗拉血的视频发到了裙里面 这个是宝面的孩子 这是那个黄耳朵拉的 拉出好多血 然后还有点滴烧 三十七度三 然后还有壮肿 弄的那家的看门狗壮肿 你看拉血拉的 然后现在医院的有四只狗狗 就是有点危险 机场拉血 这个三十三十八度 三十八度 我现在也不敢去医院 只能通过屏幕看 然后这个也是宝面的孩子 三十七度八 都已经开始输液了 可是忽然发生这么大的病毒感染 真的不知道一下子该怎么办 但是对我们的种植的 我们就帮助到这一天 没关系 我们的心理